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八日开始对大陆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 定位是交流对话关注民生之旅 但绿营迅速扣来红帽子 民进党召开国民党不顾舆论 兼派夏立言访路记者会 岛内绿营媒体迅速报道了绿营的举动 民进党小心抹红回力标 如何解释酒店极乐团 国民党八日也针锋相对召开记者会 双方的较劲显示 这注定是一次受到高度关注的访问 对于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此次访问大陆的行程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夏立言疫情在访路期间 在北京将参加后疫情时期的两岸关系与交流合作 在上海将参加两岸青年企业家交流活动 据介绍 后疫情时期的两岸关系与交流合作座谈会 是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 与中国国民党国政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的 将于2月10日上午在北京举行 两岸青年企业家上海交流活动 则是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 中国国民党青工总会作为指导单位 上海市青年联合会 上海市青年企业家协会 与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青年委员会 三三会青年企业家委员会共同主办 将于2月13日上午在上海举行 除此之外 夏立言还将到南京 武汉 重庆 成都等地参访 台湾联合报报道说 与夏立言一起访问大陆的 还有国民党大陆事务部主任 林祖嘉 以及国民党智库董事 高思博 他们将展开为期十天的交流对话 关怀民生之旅 与国台办主任宋涛会面 聆听台声及台商亲声 17日反台 那么国民党希望沟通的迫切议题 包括哪些呢 据报道 国民党认为 虽然两岸都已经不要求入境隔离 近期双方关系也出现缓和迹象 但整体而言 两岸官方仍无法直接沟通协商 让一些重大问题至今未能妥善解决 比如小三通合 航班航点的恢复 石斑鱼 石家 柑橘类等 鱼农水产品的检疫检验注册等 另外还有一些像开放 陆生陆克来台 这种对双方都有益的交流合作项目 也无法进行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表示 夏立言此行主要是过年后 表达对在大陆各地的台胞 台生与台商的关怀 拜年 也带去台湾 渔农民与各产业 在目前两岸关系紧张下 需要解决的问题 传达渔农民心声 所以此行定位清楚 就是一项交流对话 也未免台商重视民争 朱立伦说 相较于民进党 让两岸交恶 对抗国民党叛议交流 代替交恶 以对话取代对抗 不会向民进党说一套 做一套 标准双标 不知为人民解决问题 只会抹红 攻击造谣 抹黑 朱立伦也提到 夏立言此行 也是为与大陆 新任社台官员 也彼此认识 交流 对话 果然绿营迅速 给国民党 扣上了红帽子 民进党7日召开 记者会质疑 夏立言此行的真正目的 是去跟大陆 沟通2024两岸论述 更抨击夏立言 两次出访 都选在敏感时机 上回是解放军 还台军演 这次则是美中 因为间谍气球关系 紧张的时候 民进党称 2022年8月 因佩洛西到台湾 解放军 发动为台军演 两岸情势紧张之际 夏立言却仍执意 率团访问大陆 而今年正值 2024年选举各政党 筹备初选时刻 夏立言开春 便急着登陆 令人质疑 民进党立法机构 党团干事长 郑运鹏声称 国民党重要干部去大陆 一定有重要任务 在全世界来看 都不是很寻常 诚恳呼吁国民党 不要误判形势 被统战 不要带给国际上 错误的信息 甚至台当局的官方机构 陆委会也提到统战中 民众从事交流活动 应避免落入 统战分化的可能风险 据台湾今日新闻网报道 国民党发言人杨志瑜 等8日召开 民进党小心抹红回力标 如何解释 酒店极乐团记者会 质疑民进党近期 频繁批评国民党副主席 夏立岩访度行程 但以民进党的标准来看 根本是抹红回力标的袭击 国民党说 这十天夏立岩的一举一动 都会被民进党恶意磨黑 但坚持作对的事情 不怕任何桑水与攻击 将继续脚踏实地 为两岸的和平努力 为台湾人民拼好日子 中文字幕提供